就拜登到底是不是还在睡 那现在因为他的那个 第一场编论会之后 民调整个崩盘嘛 那老师 现在负面新闻太多 你觉得啦 你觉得我先简单问一问题 你也可以简单回答 你觉得拜登他会选择退选 或者是民主党决定把他换掉吗 第一个简答 拜登他不会想要退选 他不会想我知道 可是他会不会 他会不会就最后就 反正我也不行了 他就决定退选 忍痛决定退选 他个人意志是解套的 目前看起来唯一的方法 就如果他愿意退 他如果坚持不退 那要换掉他太难 简单的回答 难 那有没有这个替代人选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 跟他这个在党内的党代表票 差不多或是民调差不多 那大家还会投资到那个人身上吗 他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人 他在党内出选的时候 拿到百分之九十六的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没有看到后面一个接近的 的跟随者啊 那你怎么换掉他 对 所以 民主党不是没有未来可能担任总统 更年轻的可能性的人选 但是要不要现在跳下来 因为美国啊 你有参选过 没赢的啊 就没有从来 最起码事实是如此 就是你一旦说我要选总统或副总统 结果没条 后面没有了 没有第二次 对就没有第二次 川普除外啦 因为他参加好几次嘛 对 他有选上他 不是他在选上之前 他有参加过初选 简单的说民主党的明日之心 要不要现在跳进来 玩这一局 还是说我本来就有机会当选的 我干嘛现在下来 因为四年以后我再选就好了 OK 老师这个回答简单明了 那大家讲说 不然叫欧巴马他老婆 密雪儿好了啦 那不然就贺锦丽副总统好了啦 你觉得呢 他们会比拜登更好吗 不会 第一个 在华盛顿走动的行走的人都知道 贺锦丽在美国政治圈的仇恨值 比拜登高蛮多的 就喜欢他的人很少 就是一个理由啊 今天没时间讲 密雪儿欧巴马是川普支持者崛起的 就是欧巴马跟欧巴马当总统 是川普会串起的主要原因 川普为什么当首 所以你现在叫他的太太出来选 那就是让川普保证当选 对不对 好 不愧是美国专家 那大家看一下 现在目前在辩论会之后呢 川普在各项民调 哈佛大学的民调 CNN的纽约时报的 都是川普比较高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家会讲说 这个密雪儿这个刚才已经讲了 OK 好 但是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调比川普高呢 你刚才这样讲 你要看川普的铁粉的黏着度 现在民主党的支持者是一片混乱 大家panic 所以我刚刚讲负面新闻很多 劝退他的压力现在还存在 到节目播出的时候 这个事情都还没结束 因为八月才开 八月十九号才开 那个民主党大会 对 所以在这个之前 拜登能不能顶住压力 然后他身边的那些人 拜登只要退 贺锦丽言 贺锦丽几乎不会出现 那他所有现在的政务官就全挂 我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题外话 就因为我不了解美国政治 但我都看台湾的选举嘛 以拜登来讲 他现在目前 美国时间七月五号 他会有一个FBC的专访 然后他还会有一个 党内的一个就是活动 这两场 就重要的公开的这个活动 如果他讲的比之前好的话呢 他甚至有可能会回文 那因为 辩论会已经讲那么差了 只要不要跟之前一样差 他就有可能还是会回来一点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 拜登黄金交叉 全国性民调黄金交叉的 出现过两三天 其他全部都是 就是因为他一直落后川普 所以他幕僚才会 Dillon才会讲他说 不然你跟他辩论提早三个月 他还是这样想 没想到就崩盘了 就爆开了 好不好 那这样子 我问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大家都讲说 看来川普是赢定的 因为拜登现在目前千年暗示 一灯极名 对不对 他有人把他讲成 他不是台湾选 不然我们就可以邂逅于 换灯极名 灯不亮就换灯 好 不管 那川普如果当选 拜登如果连任 我请国民哥跟石老师 你分析一下 对台湾的影响好不好 因为毕竟我们是 台湾的观众朋友 大家会比较关心 如果川普他 这次胜选了 那川普 我前情提要跟大家提 川普讲说 中国敢打台湾炸北京 当然有人讲说 会是假讲的 第二个川普他有跟 韩国一直要军费 五倍 他要五十亿美金 使用者付费啊 对对对 来来钱来钱来 我们就有保护 所以有些人觉得也不错啦 不然我们台湾就给美国钱 就好了 美国保护台湾 那也是一个方法 两位怎么看 川普当选总统 或者是拜登连任总统 对台湾的影响 我先请老师来好了 拜登他执政了四年 他的团队基本上 可预期性比较高 那相对的川普的变化程度 变化球可能会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川普的套路其实不难懂 第一个没有搭顺风车 第二个不可以占我便宜 第三个使用者付费 就这样 那台湾最惨的是 付费他要你自己上 他没有要被你使用 OK 这就这几个 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觉得如果川普当选总统 第一个是我们过去五年 因为COVID关系 我们对美贸易顺差飙得很高 他上来一定会叫我们要平衡贸易 换句话说 我们赚美国人的钱 要自动减少 第二个就是产业链 是不是让美国感觉到更危险 是不是产业链 包括要更多的场 川普可能会要求台积电 再去美国设五个场 第三个就是国防预算 对不起 蔡英文八年 我们国防预算几乎要double 可是在川普 还有他的测试的眼光中 远低于台湾应该有的 所以增压国防预算 减少设服支出 我们台湾的总统 扛不扛得住这个压力 好 国民哥那如果正在军事的角度看 这两位美国的前后任总统 应该说川普他比较喜欢单打独斗 然后拜登他喜欢拉帮结判 这是第一点 那其实不管是两位总统 哪一位当选 那其实我们要考虑个事实 我们跟美国买的军售案 什么好像基欠的 好几百亿的美金 好像都还没有印交 那其实我觉得 这部分来说 因为其实我们军事上还是要靠美国 然后经济上要靠中国 但是无论如何 在这种调诡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要督促 就是说美国赶紧把我们基欠的军火 赶快给我们 不要说军工产能不够吧 结果一大堆军火跑去哪里 跑去以色列 以色列囤积了一大堆弹药 准备对付哈马斯 但是不管 说你美国不要用 这什么军火产能不够 来阻塞 我们跟你需要军火的可能性 那其实我们既然已经付钱了 或者说已经即将付钱 但是为了展示美国的诚意 不管哪一个总统当选 麻烦你提出一个善意 share you good faith 赶快把我们基欠的军火 赶快给台湾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们还可以挑 挑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赶快先挑选 说比如说攻击性的武器 比如说远程的反舰飞弹 或说长程的飞弹 这个我们可以先挑 但是手势的装备 可能就慢一点来没关系 然后比如说M1战车等等 这些反而是我们的契机 我们可以谈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我们国外放异传 可能会增加 然后第二个赶快去敦促 美国赶紧把你们 机器人军火给台湾吧 我们国安团队要加油 如果是川普的话 我们国安团队要加油 我讲的加油是 你要想好几招 可能的变化球 你怎么因应 那老师我最后请教你 所以其实看起来 现在目前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抗中 然后或者是说拿台湾去抗中的路线 好像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可能可能做法上 或者是要求的这个军购上面的那个 就是数字上会不一样 有更多支持川普的测试 认为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搬去乌克兰以色列 台湾危险更大 赶快给台湾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可以演绎的情节就是